3月24日 赵涛2016秋冬时装发布会在北京盛大举行 此次时装发布会将同时展示秋冬男装及女装 当天 出一众时尚达人到场外 新生代艺人黄景瑜、童谣、王燕以及主持人谢南出席了活动 当天 王燕一袭长裙搭配蓝色休闲衬衣 简单大方 谢南一袭黑色小西装显得格外干练 其中最受关注的当属新生代小鲜肉黄景瑜的现身 当天 黄景瑜一袭黑色条纹西装亮相 帅气不已 一出场便引得了在场粉丝尖叫不断 与迅速爆红的黄景瑜心情大好不同 身为主持人的谢南近来则是颇为烦心 日前 有网络传闻称 结婚不到两年的吴京和谢南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 原因是吴京大男子主义 而谢南有些公主病控制欲强 活动当天被问及此事 谢南除了大方否认此事外 还表示 该事件已经对其家人造成了影响 其实我觉得当时出来的时候 我不是第一时间看到的 是我朋友发给我 然后身边很多人 包括我的亲戚发给我 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挺不高兴的 对 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会出来这样的消息 然后会对我的家人造成影响 因为我们本身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自己当然不会困扰 骷髅娱乐 北京报道